新經報 《中國人壽頂峰減遲套現》 2015年7月20日公司如程 B03據香港交易所披露文件顯示 中國人壽601、628在7月10日以每股27.38元的軍價減遲中信證券 3000萬股股股份 套現8.2億元人民幣 值得注意的時 證監會7月8日晚間發布公告稱 從職日起6個月內 上市公司控股股東和持股5%以上股東 以下並稱大股東 及董事、監事、高級管理人員不得通過二級市場減遲本公司股份 7月16日早間 中國人壽發布澄清公告表示 公司持有中信證券的股份數未達5% 未涉及證監會公告提及的情形 分析 市場人士認為目前 A股基礎上不牢固 任何一點不利的因素 都有可能讓股市繼續出現暴跌的現象 中國人壽應該充分發揮國家隊的作用 而不是趁火打擊 聲音 雖然中國人壽發布了澄清 但仍有網友表示懷疑 網友認為在監管部門半年不能減持 不能賣出股票規定下 中國人壽事頂方作看 還有網友則則問說好的違國戶盤呢? 李春平 李春平 幹什麼 幾個 敵人 feeding 劇